HELLO 大家好 我是鬼鬼 歡迎收看你不該知道的事 在進入今天的主題之前呢 上次答應過大家 我們來看一下 上次的點擊廣告差異到底有多大 結果真的非常驚人喔 先說結論 那部影片的觀看率大概是五萬五千 那它現在的收益呢是九十六塊美金 以我們用影片觀看數除以一千的算法來看呢 將近是多了兩倍的收益 所以點廣告的效益真的差異超級大 雖然我這邊看不到大家到底點了多少次廣告 但是光看這個收益數量呢 差異就將近兩倍啊 尤其是我們這個系列啊 其實都比除以一千還要少上非常多的收益 主要的原因我想應該是可能影片有點短 或是廣告商不太喜歡這個類型的廣告 因為這比較像教學類 然後就是跟Youtube比較有關係 比較跟遊戲沒有關係 它比較難打廣告 或是跟3C比較沒有關係 所以這類比較常出現的廣告呢 數量可能就減少 也就是說為什麼大家看的時候 有時候有人看到廣告 有時候沒有廣告 就是因為能播放的廣告數量變少了 所以這個系列的收益數呢 其實都比其他一般的廣告的 CPM還少不上許多 那這邊要非常感謝 上一次有願意幫忙測試這個實驗的大家 希望那些廣告沒有花你們太多時間 好 那麼終於要進入今天的主題了 今天的主題是呢 如何抵制Youtuber 喔 這個主題感覺有點危險喔 但是這基本上是 Youtube上面的功能 所以只是大家不太知道 沒有善用這些功能 最簡單的方式呢 就是你不要去看這些影片 因為呢 要不要看這部影片的選擇權在你手上 但是有時候你是點進去 這部影片才發現 裡面的內容跟你想的不一樣 而且非常的無聊 非常的奇怪 而且可能有暴力 然後血腥色情之類的 怪怪的內容 跟標題 封面 敘述的完全不一樣 那這部影片也許就有問題喔 這邊就可以使用你觀眾的權利 這個功能呢 在電腦版或手機版都有 電腦版的話在下方 有一個更多可以點開 手機版的話 點一下影片 然後右上角有一個點點點 點下去呢 有一個檢舉的內容 裡面有內建一些選項 色情內容 暴力或令人厭惡的內容 宣傳恐怖主義 仇恨或惡意內容 這裡有時候有一些影片啊 它裡面的影片內容 全部都是在罵某個人之類的 或是仇恨男生 仇恨女生 仇恨某個種族 那這個呢 就有非常大的問題 這種影片呢 如果嚴重的話 是會告上法庭的 所以這種影片非常的危險 有害的危險行為 這有點像自殘啊 或是攻擊其他人 這跟暴力也是有點像 再來是虐待兒童 垃圾內容或內容與標題不符 絕大部分問題應該就是這個 之前也有提到就是 標題殺人法 非常聳重的標題 奇怪的封面 然後不一樣的內容 對 這是騙你進去看 那你只要進去看呢 看到廣告它就會有收益 所以呢 這時候就是大家 發揮你的觀眾權的時候了 不要怕麻煩按下檢舉 然後選擇這個 與標題不符的垃圾內容 因為呢 只要有越多檢舉呢 YouTuber那邊 會主動審查這部影片 到底有沒有違反 它的社群規範 那違反社群規範會受到什麼處罰呢 最輕人會先受到警告 那它會說你大概三個月或六個月之內 如果再累犯一次呢 它也許會封鎖你的 營利資格 那如果繼續累犯下去呢 整個頻道 整個帳戶 也許會直接終止 直接不能使用 直接砍掉這個頻道 接下來還有一個是 侵犯我的版權 這比較像是你的肖像權 你的作品 影片 或是圖片之類的呢 被別人用去 而且沒有特別註明 沒有跟你說 沒有取得授權的話 那你就可以檢舉這部影片 還有一個是字幕問題 這我倒是覺得還好 如果是打錯字什麼的 你可以再留言跟它說一下 應該是不用到檢舉這麼誇張啦 那這麼厲害的檢舉功能呢 當然也不能亂用啊 你去確保它真的有違反這些規定 才能去檢舉它 那另外就是 你可能會在右邊看到一些推薦影片 那推薦的影片呢 都是你不喜歡看的影片 那怎麼辦呢 其實一樣有一個選項 旁邊點點點按下去 裡面可以選擇不感興趣 點下去之後呢 這部影片就會消失在 右邊的推薦之中 而且之後呢 會越少越少看到 這個人的影片 或是這個系列 這個內容的影片 好的 那這就是這一次 你不該知道的事 但是 你知道又能怎麼樣呢 你會忍住你的好奇心 不點進去看嗎 而看了之後 覺得很爛 然後又留言罵它 然後又按下不喜歡 只有這些行為呢 都讓這部影片 變得越來越熱門啊 好的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結束囉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還有想要看到什麼主題的話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別忘了在下方按個喜歡 也可以訂閱這個頻道喔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是大家選擇 才讓他們變成熱門影片的啊 訂閱